嗨 各位媒體資格朋友們 好 我是羅志祥 對 好像昨天才剛見面嘛 對不對 對 對 剛說的朋友們今天 還好 對啊 身體應該還OK吧 身體OK 但是 今天臉水腫 為什麼 昨天今天太晚了齁 因為一直在喝水 所以今天早上起來有點嚇到 都臉怎麼這麼腫 沒關係啦 這個下午之後都OK了 所以我們今天用防防的時候都會以側面 側面嗎 但我這樣怎麼好意思 因為你面對面 我很抱歉 那我這一段好 不過呢 這個是你已經做好了 四月份專輯之後發片應該會是個亂鬥期 因為通告啊 一定是鋪天蓋地 我覺得宣傳期比我沒有宣傳期的時候 還要輕鬆欸 對 我比較喜歡宣傳期的那樣的 工作的tempo 對 如果你今天不是宣傳期的話 你反而會比宣傳期的時間來得更忙碌一點 嗯 OK 所以對於這次全新要出席的第九張作品 有我在應該感覺是信心滿滿齁 信心滿了也還沒到滿滿 真的嗎 看一下看一下 帥哥 對啊 喔 這個是即將要問世的專輯封面嗎 這是兩個預購的版本的封面 然後一個是接聽動地 然後另外一個是風雲變色版本 然後都是以世界末日為一個概念 對 但是其實也不是因為 呃 像其他的那種世界末日的感覺 其實我們就是要告訴大家就是 每一天都要真情的每一分每一秒 然後用你的愛去分享給大家 對 我覺得他說得很對 不管這個2012年是怎麼樣 大家很多的留言啊揣測啊 然後呢 不管是不是真的世界末日 放棄 只要用愛來面對每一天 羅志祥都會在你身邊 對 跟你說有我在 你不用怕 而且有我在不是否我自己的 我希望是否給所有的人都可以 對你旁邊需要幫助的人說的 就當他需要被幫助的時候 你告訴他有我在 我可以幫你 我覺得那種感覺是 會無限的感謝在對方的眼神裡面出現 真的 所以希望呢 這一次透過你的新專輯呢 會給大家更多不一樣全新的曲風 需要帶著風面拍個照兒嗎 拍個照兒 來拍個照兒好了啦 好 驚天動地 因為對於這個羅志祥而言也是一個 充滿了戰鬥力的一年 發了日文單曲 然後呢 新專輯預購開始起跑 而且今年你是二度 成為美國年的年度代言人 哎呦 不錯喔 呃 非常的開心 真的 呃 很開心 所以呢 今天在我們這個通告的活動現場 這個美國年的重量級的代表 也要來現場為你的新專輯來好好的祝福一下 所以請大家一掌聲歡迎 美國國際棉花協會的駐台代表 歡迎Sunny 修秀麗女士 你好 嗨 你好 嗨 你好 你好 Sunny 那旁邊這個帥氣的小豬 一定要對他的發片先來祝福一下好不好 代表美 美國會 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在這裡再遇到小豬 然後他也是第二次作為美國民國代言人 那我們希望這次的合作會更多更多這樣子 那小豬的形象就沒有話講 謝謝 謝謝 大家都喜歡他 那送了一個會議帳給你 希望你要記得要帶著他 我會穿著他 真的嗎 穿著美國棉帶著這個會議帳 好感動喔 你答應我了 我答應你 這是我畫面的怪怪的 然後很曖昧的元素在 喔 官方大使 沒有 棉花大使 她是關公局的嗎 棉花大使 你比我肥重還嚴重 棉花大使喔 這是我們第一次封了這樣的封號 喔 謝謝 這個也與有榮焉喔 第一次棉花大使 我先幫你保管一下 不不不 等他送我要捨起來 拿捨起來 我最怕人家送我 然後還要拿回去 真的喔 你在講的是 沒有 沒有 你會不會把他改成是那個 改良式的耳環 改良式的耳環 我們就帶來耳朵上嗎 對 對 我再從另外一邊好了 也不錯喔 那我只能用金的打成一個 好 現在Safi除了這個 送上棉花大使的這個 徽章之外 還有準備另外一份禮物對不對 來 我們這邊 禮物在這裡 來介紹一下 布緬出套 還是有個布緬商標在上面 是 這個就叫做你 能夠綿綿得金 綿綿得金 對 我覺得這個金 代表了很多的意義 是 除了他會帶給你更多的錢財之外 好運之外 好運之外 我覺得金就是叫最上面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 也祝上我們的祝福 希望小豬今年什麼東西 各方面都可以在突破你 原來所享有的 太好了 所以你應該要打開了 這個金色的包裝裡頭 要嗎 要嗎 代表美國棉 要嗎 要嗎 打開看一下 純銀9925 純金9999 99純金 99699 99純金 來來來 打開一下 打開看一下 一個新意 我從國外帶回來的東西要送好了 SUNNY特別從國外帶回來的一份禮物 要送給我們的棉花大使 也是美國棉的代言人羅志祥 怎麼花蓮 他怎麼到後面去打開了 花蓮帶來很安吉 他覺得很拍誰這樣是不是 你覺得會是什麼東西 猜一下 棉應該是跟棉有關的吧 真的也許需要你綿綿得金 唉唷 就我們猜錯了有沒有 都猜錯了耶 都猜錯了耶 哇 不是棉花耶 這是一個漂亮的 它是棉花 它是棉花 裡面的這個花瓣 是棉花樹 對 漂亮喔 你就看著我坐飛機 還把它好好的放在身上 真的 就表示說 心意很重要 真的 那那個空姐沒有叫妳 要把這些放在上面嗎 比較安全 沒有我一直把它抱在身上 抱在你 真的 對 謝謝Sunny帶來這一份 非常非常別緻的好禮 也是這個棉花 做成的一個瓷盤 對 你可以放在家裡 對 情意很重 會會會會會 放在家裡然後上面 就是裝一些花蓮的名產嗎 喔 花蓮的名產 沒有沒有沒有 這就是這樣立場 我擺飾了啊 我太熟悉了啦 我只想要吃東西 公司送我那個 我就擺在家裡 還是擺在公司 擺在家裡 對 對 好 那我們要讓這個三民們拿著盤子 這個禮物呢 跟羅志祥一起來拍個照 那是我把盤子 對 把盤子拿起來好了 對 直接拿 漂亮的一個擺飾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笑 不要笑 對啊 別搞笑 不要笑 好 來來來來 來 想說這邊 好 來 右手邊 先看一下 麻煩兩位視線 好 還在遮啊 中間麻煩看一下 喔 從國外帶回來 黑黑了 欸 所以 Sunny也要跟你一樣的動作嗎 大家都要遮一下 耶 謝謝 羅志祥這個新專輯的 預購成績一飛沖天 再一次掌聲 謝謝我們這個美國棉 可愛的Sunny 謝謝你 辛苦了 謝謝 好 收到了這個 來自於美國棉 那一個非常非常具有意義的禮物之後呢 也是要來說一下 今天3月26號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是我們聖禮會年寶王 生日快樂 哎呀 好說好說 謝謝來敬天王的祝福 現在今天現場不能免俗的 邀請你送上一份生日祝福 有有有 對啊 我希望他能夠長命百歲 然後 陪伴了很多大家在 不管在開車 或在念書的時候 然後可以讓我們 可以得知到很多很好聽的音樂 可以跟很多主持人聊天 對 我覺得那種感覺是非常的開心 然後也希望呢 可以 活到千歲萬歲 萬壽無家嘛 哎呀感覺真厲害 而且呢 天天都要力挺羅志祥 播放大台柱 有 我在 你會放嗎 當然會放喔 是不是 對 好 所以呢 這台上呢 就要麻煩這個羅志祥 現場送上的禮物是 螺式針機 喔 好 是不是 螺式針機 現場請你來揮好一下 哎呦 你多久沒有看過掛軸這種東西啊 欸不是方向相反嗎 對啊 對對對 這樣會不會距離太近 可以嗎 應該他要擺成直的 因為 因為他可能他沒有辦法 對對對 你要整個打開 我們來喬一下 喬一下 對 對 對 這樣比較好 比較好那個 嗯 不過羅志祥 你小時候那個 唉呦 好認真你看 自己馬上 講到這個話 羅志祥就戰鬥力十足啊 真的 對因為小時候 我跟我爸爸在 因為以前家裡 沒有什麼錢啊 然後禮拜六 禮拜天我會跟我爸爸在我家樓下 然後自己擺檯子 賣那個 春蓮嗎 春蓮 對然後就自己寫 然後 我爸爸跟我一起寫 然後賣給人家 然後賣一塊兩塊吧 所以是真的 你小時候就已經有這個 揮好的經驗了 有我小時候真的就可以寫 那小時候都寫最多什麼樣的字 還記得 春啊 就是 新年快樂啊 恭喜發財啊 恭賀欣喜 然後 還有或者是那一年的是 哪一個年婚 吉祥花 生肖的 所以今天 很久沒寫了 真的耶 15歲生日能夠得到天王的真基 感覺 哇 我很幸運 我也很幸運 所以呢 你現在就要即刻就準備 現場揮好 我需要幫你拿麥克風嗎 還是你一隻手 四九 某某 我是怡心吧 你是四九 我是三伯耶 真的好不好 少爺這樣還可以嗎 磨乾淨一點 其實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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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